网友破文说 章话不二方蛋黄酥里竟然有指甲 还附上了照片跟影片佐证 表示从蛋黄酥内馅吃到加料 加的是这一片弯弯翘翘 新月型的指甲 还建议说不要再排队 除非你很想拆惊喜包 破文回想热烈 有人说恶心 有人说曾经吃到过头发 因为亲友送的就没有反应 还有人反奉说 真的是纯手工制作 当然会不高兴啊 那一间很难排耶 那个依照卫生管理法 那那个食品当然要有 那个卫生管理啊 因为我花时间去排了那么久 又吃到那个不该吃到的东西 蛋黄酥指甲里口口 那就是我心里一定会很不爽 网络破文炸锅 网友说是27号吃到加料的蛋黄酥 之后破文 28号星期一 博尔方店修大门申索 海员前往机场 将针对整个产品的制程 环境跟人员卫生等事项进行查核 那查核结果 如果有违反食品 那有卫生规范的卫生缺失事项 会依法开力限期改善 博尔方是彰化当黄酥 排队名店一颗50元 尤其中秋节前 总是大牌长龙供不应求 店家公告 中秋节电话订单已满 卫生局将在上班日 登门机查 TBS新闻 陈志忠 吴淑萍 张华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